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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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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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告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肖斯,今天呢,我来教大家做一个平常我们都非常爱喝的奶茶 那么现在呢,那么现在呢,我就来教大家制作 今日甜品 手打奶茶 制作难度一颗星 今天,今天我们制作呢,首先呢,我们制作呢,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炒糖 把这个开成,把这个开火,第一步,第一步,糖放入奶锅,用中小火炒出糖色,切记火不要太大,以免炒焦 第二步,当白砂糖炒成琥珀色时,倒入牛奶,大火煮沸,然后转小火 你煮沸,然后转小火,你就可以倒茶叶,你看,它现在慢慢地冒小泡,接近快要开了嘛 我们可以搅一搅,把相当的糖搅散 倒入红茶叶,用擀面杖,轻轻碾压,待牛奶完全吸收红茶,关火焖5分钟 我们把这个已经煮好的奶茶过滤一下 把这个茶叶过滤出来 准备一个过滤网 把茶叶滤出来 一杯好喝的手打奶茶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吃珍珠的话 可以煮一些珍珠放在这个奶茶里面 如果喜欢吃芋圆的话 也可以放一些芋圆 另外这个奶茶冷藏以后 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 我们修道来着还是相当简单 只感觉无力度 非常简单又危险 或者只感觉一些东西 直接往里头尬就好了 大家一定要只感动修道的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养生健康 和养生方面有哪些小知识 小知识 小知识 你怎么搞黑话 不需要 怎么办呢 我去买这些西瓜 这不就是这个熊子 那家西瓜 不是不是不是 古你怎么又买西瓜 古你怎么买西瓜 不是啦 对对对 古来啊 西瓜来包 然后再叮呀 给到的 对对对 你叮叉不得还差变西瓜 没人都请了眼睛这个酒啊 就在你家西瓜是太陽 我身體不太好做的 你不懂我 不管你這離去不離去 只要天氣來就過一下 我起來給你撐我了 我後來就出來了 誰比你還好 不是 我後來就西瓜帶我了 我後來本身就還沒發過來 那還要在你家中間 你去找我了 西瓜是帶我了嗎 當然了 才就在你家帶我了 哎呀 這個人 瞧現在雖然就有一點的 但是不是有一點的 還是來一點的 還是來一點的 好歹個奶油溫度了 在這樣的一個炎熱天氣 吃西瓜是再舒適不過的事了 可是阿芳卻說 立秋了之後就不能吃西瓜了 到底有沒有這個說法呢 已經立秋了 雖然是在夏天 但是天氣開始轉涼 我們整個人體的這個氣溫 和地球之間這種氣候 已經開始什麼 陽氣開始慢慢變上 氰氣開始上升 寒氣開始出現了 你不要看表面上熱 但實際上我們還要什麼 還要注意到這個解氣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秋後呢 建議大家不要吃西瓜 少吃 熊博士說 秋瓜壞肚 立秋之後 不論是西瓜 還是香瓜 菜瓜 都不能多吃 否則會損傷脾胃的陽氣 秋季本身就是腹瀉的高發季節 所以一定要更加注意 而吃這個食物特別好 有好東西 嫩玉米 玉米 玉米 用玉米燉排骨湯 或者用玉米燉其他的一些 養生的一些藝人 吃小豆 能夠起到很好的排濕排毒的作用 當然了我們在這個夏天 尤其是這個 立秋前後 這種 夏季的這種 看似酷暑的季節呢 更要注意 先排毒 再進步 玉米可調中健脾 利尿消肿 是秋日上家補品 煮熟或蒸熟的嫩玉米 也更容易吸收 那除了嫩玉米 還有什麼食物 是可以在這個季節裡 幫助我們廚師的呢 那我們排毒有什麼好辦法呢 給大家建一個很好的一個藥膳 魚腥草和燉秋梨 我不是想到魚腥草可以製 清樂解毒 可以清樂解毒 秋梨呢可以治療這個秋皂秋殼 所以我們一般用15克魚腥草 把它給切斷 切成這個斷末 然後呢跟我們秋梨 秋梨呢也要去皮 切成小塊 然後再一起燉 燉了 燉好了以後呢 大概是早晚各一次 喝湯就可以 不要吃那裡面的這個渣 能夠起到很好的這個清樂解毒的作用 那麼吃完這個以後呢 下面我們對我們身體 就是這種熱毒啊 毒素比較重的這種體質 又舌苔比較厚 身體比較沉重 然後呢又容易這個上火 容易這種有毒的表現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 要刮傷 刮哪裡呢 刮我們身後面的膀胱筋 我們身體後正中性呢 叫督脈 督脈兩側各1.5寸呢 有一個有兩條靜脈 叫膀胱筋 那刮痧從上往下刮啊 刮痧能夠起到很好的一個 清樂解毒的作用 同時能夠排除我們身體的毒素 起到很好的一個調理身體作用 那麼我相信 這三個方面都做到了的話 吃魚心草 燉秋梨 第二刮膀胱筋 刮痧排毒 第三個呢 秋後之後 大家注意多吃嫩玉米 少吃西瓜 那麼我相信 你就能很好度過這個歷秋時節 讓生活健康 我有我的小俏門 替你來自帥風即成噪 油煙一觸搶洗 噪音一瞬即進 美味一蒸就好 舉手之間 廚房無煙 帥風即成噪 就這麼健康 815全民喚心 江夏套第四届家電團購會 口碑有保障 連續四年 携首次品 優惠送真格 一台也是團購購 套購想聚會 反額解錢 再送禮品 家電已舊萬新 最高無貼 800元 購物再抽獎 免單等你拿 8月15至23日 江夏套第四届家電團購會 來四瓶買家電 省錢更安心 真有 源於母乳靈感 六針輕體配方 鮮核人體 SA2OPO分析結構 CPP雙頭醫生園 看江西都市頻道 像育嬰博士豪華道理 育嬰博士奶粉 倍音美出品 今央六種堅果 六六六 六種堅果 營養六 月底堅果 七十六 每日一瓶 七十六 生魔智取 高年吸收 六種堅果 一瓶就夠六啦 今央六種堅果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依然是在我們的江西都市透明直播間 在我身邊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劉大叔 大家好 我們來做的這道菜叫什麼名字 筍絲炒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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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道菜一聽起來應該是一道快炒的 對 我們先來看看原材料到底是哪些呢 筍絲炒牛肚 需要的原材料 牛肚 青菜絲 紅椒絲 筍絲 生姜大蒜子小米椒小泡椒 牛肚呢 一直我們大家都很很愛吃 特別在南昌 牛肚拌粉 這個東西大家 腦洞比較大 但是確實味道比較好 對 牛肚怎麼處理呢 一般是滷一下 拿點生抽老抽 八角桂去滷一下就可以了 好香哦 它這個味道就是有自己那種牛肉的那種香味 然後呢 這個食肆的我們是買的那種包裝的 但是我們還是用煮煮一下 先煮一下是不是 筍絲下鍋焯水 水燒沸騰後 再燒煮一分鐘 出鍋淋水清洗一下 清洗乾淨後 記得一定要把水擠乾 起油鍋 下入薑蒜小米椒泡椒 煸炒出香味來 香味一出下入牛肚翻炒 牛肚炒香 下入一點老抽上色 啤酒去腥增香 生抽提味 陳醋也是去腥提香 調味來一點鹽 糖 胡椒粉 蠔油 翻炒均勻 隨後芹菜絲 紅椒絲就可以下鍋了 筍絲也可以一同下鍋炒 記得再來一點啤酒 翻炒均勻 湯汁入味之後 筍絲炒牛肚就可以起鍋了 筍絲炒牛肚 主要是筍絲 我們要用開水煮一下 煮了以後再拿清水再洗一下 因為筍它有一股筍色口的味道 洗完以後 就是牛肚要滷 把那個牛肚的鮮味都滷掉 然後加入芹菜跟野山蟹就快炒 放點芹醋就非常好吃 其實你看這個筍裡面放這種芹菜絲 算是南昌炒菜一個比較傳統的做法 對 那個香味就是 一聞就是南昌炒菜 對 非常感謝我們的劉大廚 他今天教大家的筍絲炒牛肚 開開豆 好 筍絲炒牛肚味道決散 好 筍絲炒牛肚的牛肚的 是吧 因為現在我們都是他筍絲的造牛 告訴大家 炒牛肚式才行最好的選擇 不相信一般農場 好 我在農場拿個鮮來送一送 大家好 我叫妮子虹 今天希望你們節目送這道菜給我姨媽吃 今天我們這道菜是你自己的要送給你的姨媽的 是不是 來 我們先把菜送給姨媽好不好 好 姨媽 一會兒跟姨媽回家一起品嘗一下好不好 我姨媽是我的恩人知道嗎 我問一下姐姐 你這個是你親姨媽嗎 親姨媽 我媽媽的妹妹 關係是非常親的 親切 那我今天就要問一下 你為什麼會想到送菜給姨媽吃呢 我生病不好 是她照顧了我 她是恩人 那我問一下姨媽 您照顧我們你姐姐照顧了多少年 一年多 把她每天都接到我家裡吃飯啊 這個 她說現在一點記憶力都沒有了 做了動 老動脈血管 老動脈血管 在這個病房就搶救了 全是姨媽在照顧你 嗯 那說明其實說明你們感情也非常深的 因為你看 記憶可能沒有 但是我還是記得我的姨媽 對不對 姨媽小的時候有沒有對你也很好過 哎呦我斷的奶就是她帶我 我媽媽斷奶的時候她就斷 她帶的我 我跟你講她帶的我是幹什麼 讀一年級 姨女是說 即使自己失去了部分記憶 但是姨媽對自己的好 她卻沒有忘記 對姨媽的感恩之情真的是難以言表 從開始以前呢 她在那個病房裡的搶救過來以後 看我們就临了到家裡吃後 她的女兒也在乎了 那你怎麼可以這麼偉大 這麼去奉獻呢 從小的時候 老婆小的時候 就媽媽媽媽媽媽 然後放在我這裡帶 一直把她當作我的女兒 所以就带出了感情 对不对 她是我第二个妈妈 那我们谢谢她一下 好不好 不是谢谢她的事 我可以拿我的命 给她 心情虽然频繁 但却渗透在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里 心情是一种 奇妙无比的力量 是一则永不对色的话题 心情虽然似水 但是只要用新品 就会发现其中的滴味 买上去那个在书当时 感觉医疗 就要就是感得到一张台边 记忆也太不同 都消失了 但是唯独对医疗的影响 特别深刻 可能就是因为 医疗对接太好了 嗯 重开革命之心 身边的每一个精人 可能都就是感最要个背包 会组织实力考察 秘书长王连琴 幸运活动现场 高度肯定本次直销活动 在半价基础上 为大家谋福利 优惠力度再加码升级 升级一 购物就送红木孤灯一对 升级二 满就送分仪传承人 风温土牵制的 老我红酸汁 红工艺三件套 福利优惠空前 现场抢购火爆 全场都是工厂家的半价 款款实惠 渐渐精品 比您亲自到工厂买 还省钱 我过了好多届 这儿的价格明明白白 不回由人 和我老伴到处都赚过了 确实这个东洋的家具 确实好 我在广东深圳我都去过 都没有这个东洋的家具 做工好 这人太多了 这家具真便宜 实惠 赚了很多地方 就他家的货真价实 这铁花子真值 又美去 大大小小 二十多家 还不到四万 真好了 你没有破的这么便宜的价格 你说这家具这么多 这么好 你说我能不来一套吗 一万五千件精品级红木家具 全场半价大放送 花铃木靠北仪 人气价仅需一百九十九元 红木大床只要九千八百元 花铃木全房十六件套餐 包含客厅六大件 餐厅七大件 大床三件套 另加送十件精品红木 电视柜一件 情人椅三件 衣帽价两件 花价两个 小股凳两个 共鞋26件 只要三万九千包 就可搬回家 工厂特卖机 价格更亲民 不买上两件呢 真是觉得亏的啊 买一件 少一件咯 成交即可报交 往返付费 胡同时间 8月15号至8月23号 胡同地址 南昌日地博览中心 B1馆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痛啊 输筋剑腰丸 砖药砖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 十三位药材 输筋剑腰丸 强筋骨 屈腾痛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冬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 今天来到了 再见 回去营养五点分 整点准备的 礼拜广告 有下子 营养五点分 欢迎来到 锁定放续 的开心玩乐 和礼宝 明天再见 拜拜 从今天开始呢 每逢周五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道 经典的干菜 今天我们来做的这道菜 应该说是 真的是非常多人喜欢吃它 鱼干辣椒炒肉 在我们江西说起 这个鱼干辣椒 真的很有名 听说鱼干辣椒 最贵的时候 卖过多少钱 一百多块钱 请不吝点赞